哈喽哈喽哈喽我们今儿的小报告啊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这台Portofino了 然后Portofino呢是现在法拉利家族里边最入门的一款车型 就是之前的California的一个换代车型 然后从它的这个外观上你可以看到啊 就是它已经是跟现款的所有的法拉利的在售车型的设计风格 或者说是设计语言统一了 所以呢你看完这台Portofino之后 你再去看这个加州的话 你就会觉得哇那台车真的老了 然后再有呢就是在驾驶感受方面 动力啊还有在这个操控方面 比起加州也是有一个不小的进步的 已经不是一个时代的产品了 这台车啊就是外观上刚才我说了 是现款的加读设计风格 然后车侧明显要显得更加的修长了 而且这个法拉利的这四根避震器呢都是脚牙的 你可以自己去根据你的使用场景来调整它的高低 因为这个车如果再低一点的话 就会显得更加更加的修长了 然后整个车的这个风度系数呢 呃也比起之前的加州有一个不小的进步 呃另外还有就是在这个敞篷状态下的气流 通过车顶的这个气流也会有进一步的优化 因为你开一台敞篷车肯定不希望受到这个风太大的影响 就比如说吹乱你的头发呀 另外还有就是空调 它的这个温度也是比以前的这个扩散的效率会更低的啊 就是说即使你在冬天开着这个车去把篷打开出去吐瑟吐瑟 也不会说被冻的很狼狈会舒服的多 呃另外再有呢就是这台Portofino呢 它的这个车身重量比起之前的California是要轻了整整80公斤 但是在车身强度方面呢 比起之前的加州还要更加的强 那就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可以让它的内饰 就是这种敞篷车的内饰在你经常激烈驾驶的情况下 不至于说呃很早就发出那种内饰吱吱嘎嘎的那种响声啊 这都是比起之前的这个加州有优化的地方 对于敞篷的这件事来说 然后这台Portofino它的这个敞篷的速度呢 呃是14秒 而且在车速40公里每小时以内 都可以去完成这么一个敞篷的操作 再来看一下车尾啊 车尾呢两个圆灯 也是现款家族的一个设计风格 然后扩散器这个区域还有排气这得给一个大大的好评啊 比起以前的加州是显得要战斗多了 尤其是排气呃 然后车尾的这个扩散器呢 也是有实际的作用的啊 因为这台车的急速呢是可以达到320公里每小时 呃 然后再看一个非常实用的点 就是关于它的后备箱 在车顶打开的状态下啊 呃可以放一个 我们坐飞机的登机箱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等一下呢 我会再把这个顶棚给合起来 然后去给你展示一下它后备箱的空间表现 呃 第二排座椅 呃基本上啊按厂家的话术来说呢就是 只适用于身高一米五以下的儿童来乘坐 当然了如果你是一个成人并且没有腿的话 那其实你坐在这也是ok的 然后再有呢就是它的这个后排座椅的这个靠背 是可以放倒的 这样一来呢 你如果搁一个滑雪板或者按官方说的 你可以去塞一个高尔夫球包 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在内饰方面呢 这台车呢都是选了红色的这个内饰啊 红黑搭配看起来非常的战斗对吗 但这个内饰你是要额外花费的 然后再有呢就是它的内饰风格 如果你开过luso的话 那你应该就不会陌生了 呃肯定看起来是没有这个 呃488要战斗 但是从舒适性的角度来看的话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然后包括在副驾驶的前面 也是有一块小屏幕的 我觉得可以帮副驾驶去解解闷 然后在这呢你可以看到像转速啊 车速啊等等等等一些行车的信息 对如果拍照发个朋友圈什么的 还是挺有逼格的 然后关于这个人机交互系统 娱乐系统这块 它的这个反应速度也非常非常的快啊 据说是CPU比以前是有所进步的 然后在这我觉得微微有一点 逼死强迫症的意思啊 就是它完全是靠左的这个控制区域 并不是对称的看到吗 会稍微有一点别扭 但我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方向盘很熟悉的一个方向盘 方向的这个控制 就是这个转向灯的控制 是在这个区域的左右手来控制 也就是说你在开这台车的时候 你的左右手都不能离开方向盘 否则的话 你就没法去使用你的这个转向灯了 然后驾驶模式呢 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塞道模式了 而是舒适运动 然后再加一个ESA OFF 但是对于这么600马力的一台后驱车来说 我并不建议你开到这个ESA OFF啊 因为真的是很恐怖一件事 然后这个是那个Bumpy键 你按了它之后呢 它的避震器会变得稍微的软一点 如果你走一些电路 就不至于很难受了 而至于这个引擎启动键呢 不用说了吧 这是法拉利全系的一个标志性的按键 对 仪表 虽然是一个万转的仪表啊 但是很遗憾 因为它不是让你去战斗的这么一个车 所以从7500以后就都是红驱了 嗯 然后再说一下这台车的动力总成啊 这台车装的是一个3.9V8双欧轮增压的这么一个发动机 然后跟488上的那台发动机是非常接近的这么一个发动机 因为它们并不是完全同样的一个调校 虽然最大扭矩都是760牛米 但是在最大输出功率上 这台车呢 仅仅是给了你600马力的一个最大输出功率 然后在488那边呢 是670马力的一个最大输出功率 那加上那台车会更轻 所以呢 就会让这两台车的0到100公里每小时的加速时间呢 差了0.5秒 那现在这台Portofino 它的0到100公里每小时的加速时间呢 是3.5秒 然后0到200公里每小时的加速时间呢 是10.8秒 对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现在你在看这个 要是想说你是一个超跑的话 如果你没有一个3秒或者3秒以内的0到100公里每小时的加速时间的话 那不好意思 你基本上就是一个公路定位的这么一个跑车 或者说是一个小钢炮的这么一个水瓶了 是不是很尴尬 然后这台车呢 装的是一个7速的双离合器的变速箱 然后实际用起来的感受呢 就是除了在起步的时候没有那个爬行之外 也是需要你踩油门车才能走 除了这个之外呢 那其实在正常驾驶的时候 它的反应速度啊 还有这个平顺性上都没有一点问题 基本上跟这个AT变速箱是没有区别的 这方面比起之前我开的那458是有明显的进步 而且这台车呢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油箱 它有一个80升的油箱 也就是说它的正常驾驶油耗状态下的一个续航里程可以达到600多公里 所以说如果你拿它去作为一个城市间通勤或者日常代步的这么一个车来说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了这个做人的数量确实少了一点啊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车 它的一个前后的配重比是前46后54的这么一个比例 其实操控的极限还是很高的 但它整体的这个悬架的调校呢 在这种超级跑车里面还是偏舒适的 不是说那种邦邦邦在地上摔的 它并不会把路面上的所有信息都传达给你 然后你把它开到运动模式 你会感觉这种紧绷再紧一点 但绝对不是跟458一个风格的那种感觉 这套悬架呢也是这个电磁可变的 电磁可变的根据你的这个驾驶模式的选项 但刚才我也说了就是 虽然不是那么极致运动的一个调校 但它这四根避震器依然都是脚牙避震器 你可以根据你的使用场景去调整一下这个车身的高度 除此之外呢 这台车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很有范的这么一个车 而且尤其是它的这个外观的设计语言跟现款的这个 法拉利的车型接轨之后 我觉得这个车就真的颜值也是OK的 驾驶感受呢也是OK的 除了没有那么极致的运动性之外 那正常去飞个街什么的 那完全没有问题 反正这台车的驾驶感受对于我来说 我不是那么感冒 因为我对于法拉利这个品牌 其实我就是喜欢那种极致运动的感觉 但是对于比如说我就想要一个比较炫 然后品牌溢价能力比较强的这么一个车 作为一个日常代步的车型的话 那我觉得这台Portofino呢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而且还是那句话 就是你看完这台Portofino之后呢 你再去看之前的California 那真的就没有感觉了 真的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产品了 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区别 然后再有就是它的价格 这台车现在在降税之后应该是卖到270万 但这个270万是一个入门价格 你买这台车 还有你不可能去买到一个不选配的车型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了 反正这台车开的是想舒服也可以舒服 然后想暴躁一下呢 你如果把它开到运动模式的话 它也可以暴躁一下下 但是绝对没有像488或者458那样暴躁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排气阀门 这个排气阀门呢 大概是在2000转的时候会打开 比起之前NA的那个发动机 我觉得声音可能还是没有那个会纳默的亢奋 这台车会稍微的把情绪放低一点 对 因为它毕竟整个这个排气系统是要经过涡轮的 并不会说那么那么的暴躁 OK啦 那基本上 这个就是这台车的一个情况 它是100 innate城市 arói 它是100得 tras婚的 这台车的领患 担小その 道後 一转过来 还是